这是一个光学模具零件 它的加工面形精度达到微米级 表面粗糙度10纳米以内 如此精密的零部件要实现批量制造 人手无法胜任 需要借助精密的竖空机床 接到同事电话 工程师李恩匆匆来到车间 刚刚加工的第一个精密配合测试件失败了 这一次测试件的配合精度要求在5微米以内 凹凸两个领件必须严丝合缝 然而这个测试件的精度误差超出加工要求3微米 之前我们也没干过这些东西 觉得5微米这个活太难了 要想消除3微米的误差 加工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回溯 它理论上应该是二二三个车分高 对 车分高 在分析了加工时刀具的磨损数据后 李恩将疑问锁定在了刀具自身尺寸上 制造刀具的过程中 它也是有一个尺寸偏差 败6的秋头刀 它实际的直径是败5.995 它也是有不没有的偏差 加工这个精密件需要用到9把刀 每把刀都存在微米级的偏差 失之毫厘 谬一千里 李恩决定编写一个在机检测程序 破解刀具尺寸误差的难题 不断接近国际精密加工领域的最高标准 今天 李恩要重新加工一个精密配合测试舰 激光对刀仪启动 自动测量刀具尺寸 数控系统根据刀具尺寸偏差 进行自动补偿 弥补刀具本身带来的误差 9把刀都要参与这样的计算 这个量很大 我们就把这个刀具3D原料补偿功能给用起来 用起来发现以后 这个功能确实很好 10小时的精密加工 刀具磨损被严格控制在2微米以内 这一次 弓箭加工的凹凸面配合间隙 达到了5微米以内 相当于一张A4纸厚度的二十分之一 真正做到了严丝合缝 我们从中间给它抛开 抛开以后可以更清晰地看到 这个测试键里面的配合情况 这个东西做得好 你肯定是特别高兴 后来我们又重新把这个难度再进行升级 一点一点的 最后做成了一个网红测试件 厂房里又一台新机床即将下线 工程师正在调整机床转台A轴的精度 检测显示 这台机床五个轴的运动精度达到微米级 调整好的五轴束控机床 开始工作了 它就像一双艺术家的手 在面积只有10.35平方毫米的铅笔签上 雕刻出了一把精致的电吉他 只有束控机床的轴运动精度达到微米级 才能做到如此行云流水 当时我们要达到这个三维米呢 其实我们是想都不敢想的 后来我们通过不断的尝试 才能够达到这个稳定的这个三维米的生产 所以呢只要敢想敢干 就会都能实现的 15年前自主研发的束控系统 在国产机床市场的占有率 还不足1% 而现在已经提高到了31.9%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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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